大家好 我是艾莉 在Lightroom当中改变照片颜色的方法不止一个 一共有6个设置都和照片的颜色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其中还不包括饱和度和鲜艳度的调整 那么这些设置它们都是谁 它们在哪 它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今天这个视频一口气都说完 照片调色是后期时的一个主要目的 好看的颜色不仅可以吸引眼球 更能体现出摄影师的独特风格 说到调色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喜好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具体哪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达到目的 就要先了解这些设置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在Lightroom当中一共有6种可以改变照片颜色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白平衡 白平衡的作用主要是根据照片里的中性色和白色 来校正照片的颜色 除了城市和风光照片需要校正颜色之外 白平衡还可以影响一张照片所要传达的情绪氛围 白平衡的设置会改变照片当中的全部颜色 注意是所有的颜色 改变白平衡可以让城市夜景的照片立刻看上去很酷 也可以让下午次眼的光线看起来更像是日落时暖暖的光 当想要改变照片当中某个特定颜色的时候 就用到了HSL颜色工具 它可以改变某个颜色的色相 饱和度和明亮度 当照片当中某个颜色特别的引起了你的注意 想要去弱化或者是强调这个颜色的时候 使用HSL颜色工具就对了 改变树叶的颜色可以让初秋的照片瞬间看上去是深秋了 也可以通过弱化某个颜色 让它不在照片里面显得那么突兀 分离色调功能是我个人认为最不好理解的一个功能了 名字就真的很难懂 分离色调 怎么个分离法 分离色调对颜色的控制主要是基于对照片当中高光和阴影部分的判断 所以在日出和日落这样的照片里面 分离色调的效果特别的明显 也会特别的好用 在天空的高光部分增加一点暖色 再在阴影当中增加一些冷色 让原本就很美的日落照片更加的生动 这样的调色方法也让光线看上去很自然 基于曝光来改变照片颜色的 不只有分离色调 还有色调曲线 相比来说曲线调整颜色它的操作更为复杂 需要对直方图和曝光都有更好的了解 它的优势是在改变照片颜色的同时 还可以改变照片的对比度 可以说只凭借色调曲线一个功能 就可以同时改变照片的曝光颜色以及对比度 熟练掌握之后 就可以达到快速修片了 在这张照片当中先改变RGB的对比度 然后弱化暗部的蓝色 仅仅两部就可以获得一张全新的照片了 在光线比较平的环境当中 通过色调曲线设置 可以很好的加强照片的立体感 配置文件是隐藏的很深的一个功能 虽然它的位置非常的靠上 但是很容易被忽略掉 它和预设非常的类似 但是它的区别是当选择配置文件之后 并不会在Lightroom当中对照片有任何的设置上面的改变 只是在原片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特殊的效果 作为后期的基础 不同相机的RAW文件 会有不同的配置文件出现在这里 复视相机在拍摄RAW格式的时候 胶片模拟效果会消失 需要通过配置文件在Lightroom当中还原 才可以看到和相机当中同样的效果 还记得HSL设置里的色相和饱和度功能吗 校转设置和它的效果非常的类似 但区别在于HSL只会影响照片当中的单一色彩 而校准会影响照片当中所有颜色的色相和饱和度 如果想要大面积的改变照片当中的色相 调整校转设置是最便捷的方法 喜欢的那些网红色调 现在可以两下子就调出来了 如果喜欢比较自然的颜色色调 完全可以忽略这里的设置 因为基本面板当中的鲜烟度设置 就可以满足同样的需求了 以上就是在Lightroom当中改变照片色调的方法 六个方法不是要一起用 根据不同的情况和需求 找到相对应的办法 简短的总结一下 在调色之前先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配置文件 作为后期的基础 之后通过白平衡或者是色调曲线 对全局色彩进行调整 当想要改变某一种单一颜色的时候 使用HSL颜色工具 对高光和阴影部分的颜色进行调整 选择分离色调 最后想要增加可行化的颜色效果 可以通过校准来改变照片的色相 当然如果你喜欢天然无添加剂的照片 那就可以忽略最后一步了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下一期的内容欢迎你来点播 留言给我 别忘了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下期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